汪小飞和大S的离婚闹剧表面上是结束了 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两个男人间的战争 汪小飞在离婚一年后忽然后知后觉 发现聚俊叶2018年曾见过自己的前妻 甚至有照片显示 当时聚俊叶还和前妻的姐姐拍了合照 这赤裸裸的挑衅 可怜汪小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大S和聚俊叶火速再婚 曾让很多人为大S的感爱感恨感动 可当汪小飞一顿炮轰后 大S的口碑直线下滑 如今的聚俊叶不仅住着汪小飞的房子 睡着汪小飞的床 就连电费都是汪小飞在讲 而他妥妥的人生赢家背后 实力全是什么叫软饭硬吃 大S前几天扔掉了一个价值不菲的床垫 据说这是汪小飞和大S婚姻存续期间 汪小飞为大S专门定制的 这个床垫有益于大S的脊柱 弹性也非常好 尤其是他的价格超千万 可大S离婚不离家 仍旧住在汪小飞离婚前买的别墅中 甚至他和聚俊叶在婚后连床垫也没换 只是这个床垫还闹出了乌龙 致使大S丢人丢到家 汪小飞网上讨料千万床垫后 大S第二天就让人把床垫搬走 可仍有媒体拍到这个床垫的真面目 当床垫照片曝光后 生产厂家直接站出来澄清 这个床垫不是我们家的 还强调 汪小飞确实在他们家买过定制床垫 这一席话妥妥的打了大S的脸 要知道大S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 尤其是在台湾家乡 大S有很多有头有脸的朋友 像周杰伦 吴佩慈等著名明星都和他交好 甚至大S还将聚俊液引荐给他们 只是还假床垫一事出来后 大S的口碑不仅直线下滑 人品和人员也会受到影响 这不已经有台湾媒体开始炒作 此次换床垫 虽名义上是大S归还 实际上是聚俊液搬错的床垫 这个搬错其实就挺有深意的 既能为大S开拖 又能将锅甩到聚俊液头上 如果聚俊液站出来承认 不仅能为大S挽回颜面 还能落一个宠妻的好人设 只是广大网友相信了 而聚俊液如果真的有权利 在汪小飞家里指挥一二 那他这就实力全设什么叫软饭硬吃 没出一分钱一分礼 却能做这个家的主 聚俊液真是人生赢家 不过问题来了 大S究竟有没有对不起汪小飞 他2018年的一则图文消息 出卖了他 大S真的是过错方 他2018年曾删除的一则动态 被网友扒出 汪小飞一则动态 将大S推上风口浪尖 聚俊液不仅被爆出 2018年去过台湾 还曾被有人透露 当时正在和人妻恋爱 信息之多 直接详细到人妻有两个孩子 这一说法随即到了汪小飞耳中 他怒火中烧直接发文谴责前妻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大S不仅在参加夫妻综艺时 哼唱剧俊液的DJ歌曲 还曾在2018年5月份 发了一则意味深长的动态 大S突然回忆自己演过的泡沫之下 还找了几张剧照 他饰演的夏末 在这部剧中 纠缠在两个男人之间 而他晒出的照片中 除了自己的剧照外 还额外增加了两张和男一 以及男二的剧照 只是他的配文也非常有意思 夏末 终于你还是没有被忘记 我最心疼的女孩 当时有粉丝询问大S 你竟然特地去搜你以前的剧照 大S还回复了一句不然呢 当时很多人就以为大S 只是怀念曾经的自己 可和剧俊液联系到一起后 真的是细思极恐 两人曾说是因为一通电话 又联系到了一起 而且是剧俊液主动给大S打的电话 如果把时间移到2018年 当时大S莫名其妙 发这个动态就说得通了 不然谁会无缘无故 扒自己的老古董 还配上那么意味深长的话语和照片 而小S也曾在节目中说过 姐姐大S一直惦记着剧俊液 当初分手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大S的内心 其实是对剧俊液抱有幻想的 其实夫妻之间的是 彼此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 从汪小菲的反应来看 她对前妻是十分信任的 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 要不女神的形象就彻底崩塌了 只是很可惜 大S似乎辜负了这份信任 你们觉得呢 欢迎点赞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